Hello YouTube我是Kate思丁 我刚从好吃多买了一堆做汉堡的食材回来 但是脑袋第一个浮现的问题就是 这么多怎么可能吃得完 今天除了要用纯正的牛排来制作好吃的汉堡以外 也要跟各位分享我最近添购的一项新的厨房设备 我们赶快开始吧 今天的这份汉堡我觉得有三样东西最重要 洋葱 汉堡 跟牛肉 洋葱我们要把它做成经典好吃的法式焦化洋葱 汉堡一定要选用布里欧面包 因为它的奶香味才够 那牛肉呢我们通常都会用绞肉直接做 可是如果你要真的好吃的汉堡排 一定得从圆块肉去制作 最经典制作汉堡排的部位就是一板chuck 好市多呢就会有卖这种完整的一板牛排 那其他的呢都是搭配 随着自己的喜好去做选择 我们这么多东西一定会剩下来 最重要的就是事后的处理 不要把钱给白花了 用剩的食材我就会放进 火灵272宗村 便平直立式冷冻柜 等一下就会一一的跟各位示范 有条不问的把东西归纳 那我们现在就来做汉堡吧 首先我们要来制作焦化洋葱 这个会花最久时间 锅子先用小火预热 做焦化洋葱呢 我们只要一点点油就好 你感觉现在的洋葱很多 但我们煮完之后 它会缩水到可能剩四分之一 加盐巴帮助出水 炒这个洋葱大约会需要40分钟到一个小时 然后我们最重要的重点就是火千万不要大 不然一下子就烧焦了 洋葱稍微炒软以后 我们现在要加水 加水的目的是帮助它更均匀的分布热源 可以让它软化得更顺利 这个步骤是在传统的制作方法里面不会有的 效果非常的好 然后它可以让洋葱本身的糖分啊 逼出来上色可以更均匀 你看到它的这些味道都会被煮出来 会重新附着在洋葱表层 洋葱正在煮的同时来处理牛排 做成角肉的第一步呢要去精 你要确保它里面没有多余的筋膜 打好的绞肉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捏成汉堡排了 捏汉堡肉的手感其实跟做狮子头是有点像的 我们不要把它捏得太实 要让它里面有点空气 汉堡肉好了洋葱正在煮 现在就来跟各位分享非常重要的料理观念 冷冻优于冷藏 通常食物在冷藏情况可以维持三到五天 冷冻可以维持三到五个月 不影响品质 所以我一直认为家里应该要有更多的冷冻空间 而不是冷藏空间 冷藏主要是要保存那些没办法冷冻的食材 像是新鲜蔬菜水果 生鱼片这种一定要马上吃掉的东西 冷藏的食物越少越好 尽可能利用冷冻空间 这样你才可以把食物放得久 而且减少浪费 像是今天我只要做两份汉堡 其他所有的食材我都可以放进新入手的这款 合连272公升变频直立式冷冻柜 它的门把有特别经过设计 能够非常轻松的开关 空间超大 272公升的大容量 一共七层抽屉外加门边的置物空间 也不会让味道交错影响 搭配ECO功能 自动调节冷冻温度达到极致省电 冷冻柜内部则是强调冷流均匀循环 确保风冷无霜加强保鲜 负25度急速冷冻功能 可以让食物用最快速度通过冰晶生成袋 保持食物的鲜度与养分 使用外部的触控式电子面板 就能简单设定你需要的温度 轻松好上手简单明了 好那我们现在继续制作汉堡吧 我今天要做的酱应该算是蛮经典的 美乃滋番茄酱 比例呢就是2比1 那我今天会加一个非常特别的食材 就是这种烟熏水增加一点烟熏风味 哇那个烟熏味 跟你讲差很多 经过了大概1个小时 焦化洋葱呢也已经完成了 我们可以加一点乌醋或者是巴沙米克醋 去调味它 洋葱本身天然的甜味跟醋的酸味是非常搭的 洋葱好了我们铺平稍微放凉 烤完汉堡现在锅子已经是在冒烟火烫的状态 现在就可以来煎汉堡盘 记得一定要压它 创造更多的表面积 让汉堡肉可以更上色 更焦香 然后需要切红油 切红豆大火 先切鸡沥 放一个锅底辣椒 入烟的肉 炒烤肉 這一份多汁到爆表的美式漢堡完成 美味漢堡近在眼前 怎麼不叫人食欲大開 趕快先來吃一口 哇 超級多汁 因為我們是用新鮮的牛排來做的 所以它肉的味道非常明顯 一咬下去就知道那個是 真正的牛肉漢堡 剛才我們花時間製作的焦化洋蔥 提供這整份漢堡甜味的來源 中和它的厚重的感覺 因為我們醬汁裡面還藏了一點煙黃瓜 那是同樣的效果 吃在嘴巴裡面就是一個 爆炸性的爽感 其實在家裡做好吃的東西 真的很簡單 你不需要很誇張很漂亮的擺盤 美食不美就是我們要追求的 更重要的就是要怎麼樣 妥善的保存多餘的食材 那冷凍粿呢對我來說就是 一路以來最好的一個幫手 這款冷凍粿我最喜歡的功能就是 分層設計相當的簡單清晰 而且冷凍的效果絕佳 整潔美觀又大方 如果各位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按讚分享訂閱頻道 想要看到我去製作更多 不那麼美麗但是超級美味的料理 歡迎你在下面留言 我是Kate之音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酒足飯堡之後就要來面對現實 麵包最好的方式就是 你再找一個小的容器把它裝在裡面 牛排就用真空袋跟真空機去打包 記得一定要寫上今天的日期 留一個小縫 一樣寫上時間 那焦化洋蔥 因為它分量很多 我們可能不會下一次 就要解凍全部的洋蔥 所以我這邊有個小技巧 用手去把它分成四段 那之後我們要解凍的時候 我們就一次拿一段出來 就可以了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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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